嗨 王正偉 好 大家好 要不要统先字一个词 好 那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讨论 大家知道说我的演讲都是靠大家扫QR Code 是不是来提问 那事前也已经收集了六个问题 那不过如果一定要字词的话 我就先念一下我的 这个不是步道系的什么出厂师吗 我2016年的时候担任这个数位政委的时候 我有写我的一个job description 就是我怎么说明数位政委的这个工作 那我就把我的这个工作内容先念一遍 然后我们就开放问答好吗 那我的工作内容是这样的 When we se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Let's make it an internet of beings When we see virtual reality Let's make it a shared reality When we see machine learning Let's make i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when we see user experience Let's make it about human experience And whenever we hear that a singularity is near Let's always remember plurality is here 所以今天我讲的不是一元宇宙单元宇宙 今天就专门跟大家分享多元宇宙 就是这个plurality 数位其实就是不止一位 不要只是被单一的想象所局限 那这就算我的开场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请大家扫个QR Code 好谢谢 谢谢唐凤正伟 果然非常 果然唐凤正伟太厉害了 我们今天本来想要谈的是一元宇宙 唐凤正伟把我们引导到 大家可以开放更多元的来提问 所以多元宇宙这个是我们今天受到的启发 我相信多元宇宙绝对比一元宇宙还好很多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有几个问题 可以来请教唐凤正伟 那同时特别提到现场的嘉宾 我们左上角这边有个QR Code 你用你的手机扫描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做现场提问的动作 当然这方面是很创新的 及时提问 及时回答 所以我们来看 之前就有一些 与会的来宾提供了几个问题 那我先念出来还是 我先念一下好了 好 第一个是想请教唐凤正伟 您怎么看元宇宙的人类文明远镜 以及地球上人类的文明发展 因为文明很重要 数位人权 数位世界秩序也很重要 但是谁来主导掌握 是AI或decentralized mechanism 还是still people那样 那我们想听一下您的看法 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民主的政体 那当然我们对这个地方的规则 有任何觉得不对的 不满的 有侵害人权的等等 我们当然是透过民主的方式 透过不管是倡议啊 立法啊等等的方式 司法人权保护等等来确认 那但是呢 在刚刚所讲到的这个一元宇宙 单元宇宙 就有人说啦 我们如果连到元宇宙的时候 我们的一举一动 现在眼睛在看哪里 精神放在哪里 这个所有的手势 甚至血压脉搏等等 都是要先经过 好比像说祖克伯的这个伺服器 才能够传递到对方的 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概念可能就不是 民主的一个政体了嘛 这就会变成一个 叫祖克伯宇宙啊 这个简称 没有不要简称比较好 对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过度的把资料集中 那这个AI就变成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威权式的智慧 它就变成是 掌握资料的人说了算 而我们就变成类似韭菜嘛 但是反过来讲 你说每一个人自己手上 都每分每秒在投票 所有的人都是个体 那个体之间 也没有什么社群的联系 也不能组织起来 就所有的人都是手上 拿个NFT钱包 整天整天的在想 说我做每个动作 自己的利弊怎么样 实际上也跟我们 目前的互动方式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过犹不及 过度的集中 过度的个人化 都不是民主政体的这个常态 所以刚才讲到的 plurality就是 我们目前习惯 怎么样子来安排 彼此的生活 我们在所谓共享实境里面 我们就继续怎么样 安排彼此的生活 它是要补充 我们现在 可能跨过时间跟空间 看不到彼此 像我们现在 在不同的地方嘛 但是还是要联系起来 但是呢 我们所有的社会规范 包含说 先致辞啊 这个您帮忙念出问题啊 我讲话你们点头啊 这些这些全部都跟现有的 要一样才对嘛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 当然就是still people 而且不只是people 是citizens 是有决定能力的公民 希望我回到这个问题 非常好非常好 要难怪那个 难怪这个meta一直掉 这股价一直掉 哈哈哈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这些其实是我问的啦 ok 好 那我们其实可以下一个问题 这样子 ok 那应该想说 这一点我倒是希望说 这个唐凤委员在 政委在帮我们 深入的阐述一下 就是因为有人提到 元宇宙产生之后 它是一个新的事迹 那这个新的事迹呢 他在人的互动方式 但是刚刚政委有提到说 还是很类似 但他毕竟是有差异的 因为像我们现在 还可以看得到 委员 政委你本人 那未来呢 你可能只是一个虚拟的人物 那这个是会有很大的差异的 那这种新的事迹来临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能不能唐政委 让我们以前瞻的方式来看说 未来他会变成怎么样 那所谓人权呢 在这里面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 还是说还是一样的问题 以上 这非常好的问题 谢谢 那我想我们人权 可能没有办法非常抽象的讲 所谓人权呢 我们必定是非常具体的一些人权 它构成类似像是作业系统 这样子的 就包含我们的人格权 这个生命迁徙性命权 他在这个多元宇宙里面 是不是要同样是连续的吗 这您刚刚问的问题 我刚强调的结社权 交易权 财产权等等的这些 那在这个上面 才能够去确保 我们的应用程式 就是不管审议协商 多元共创 这些我刚讲到民主的常规嘛 才能够彼此互相搭配 所以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 在网记网路上面 我们要看到彼此的表情 那是因为我们在民主的过程里面 我们想要确认彼此真正的意向 它不是只是语言讯息 它也包含非语言讯息 那大家都知道 见面三分情就是这个道理嘛 不过戴了口罩 其实也剩两分情啦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说 我们要确保 就是透过网记网路 透过扩真实境 至少要跟戴了口罩的面对面 能够达到相同的这种 非语言讯息的确认 所以我的Avatar 如果能够透过收集 我这边的非语言讯息 我的手势表情等等 它在你那边能够很好的重现出 至少跟你见面看到 我戴了口罩 一样的程度的话 那这个作业系统 就可以支持上面的民主的应用程式 但是如果底下这个作业系统 欠缺这个功能的话 那我们就会脑补啊 尤其如果我们之前 彼此没有见过面 那脑补当然就是很补啦 但是大概都是心理上的投射 就是我会以为 你有一些 其实你没有的那种意思存在 或者是如果网路在底下的 那个频宽延迟太长 如果你有用过3G网路 开视讯会议 你就知道 你点头 我不知道你在点这句话的头 还是上一句话的头啊 那这个时候也不可能 运作什么民主嘛 所以低延迟高频宽 至少到见面两分情 戴口罩见面的程度 我觉得那个还是不可或缺的 不管有没有用Avatar技术 希望能回答这个问题 尤其是多元文化 你知道印度人的点头是这样子 你知道我都以为是摇头 那每个文化都不一样 你知道 然后在德国说 谢谢是敲桌子 那跟我们这边习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 非常中学为底西学为用 那第二个问题是 有一位叫Nick的同学 他说 请问元宇宙用在会议跟展览 产业的商务行为 应用技术上的商务模式是什么 立即点是什么 当然这个是 元宇宙虚拟极实定位互动 交流提高开会 开会沟通的真识感跟趣味之外 他觉得有什么核心价值应用 才是取代实体会议展览 或是贸易商务活动元宇宙 不刚才您解释一部分 不过因为既然有人问 我们想还是把它忠实的呈现出来 那听看看我们 陶航共政委的这个看法 对 其实这就是民主原则 你看就是大家开始投票了 开始问问题了 你发现Nick的票数 比别人都多一票 我们好像就很难去忽略它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到 民主的意思 就是它会有所谓的 agenda setting power 就是设定议程的权利 那这个在会议跟展览产业 也是如此 因为我们在会议跟展览上面 为什么大家要花那么多时间 跋山涉水去同一个地方开会 当然是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对于台上的讲者 接下来要讲什么 有有意义的某种参与权嘛 我不管是举手提问题 或者他正要进去演讲之前 赶快在门口把他拦住 跟他讲几句话 我去会议都是这样子的啦 之类啊 就是你要想办法让这个 参加这个会议是值得的嘛 那如果只是既没有办法提问题 也没有办法投票 也没有办法把讲者 在这个他讲完要去吃午餐的过程里面 把他拦下来讲几句话 换名片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我看预录 然后再写email就好啦 跟会展这个有什么 就是任何关系嘛 就变成没有关系了 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共享实境 我们就自己下载什么东西 来看一下就好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利基点 不是只是沟通的真实感或者是趣味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共创议程的那个能力 共同设定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事情的这个能力 而这个你也不需要非常高频宽的AR 这个扩真实境技术啊 像slido这种技术 他用了qrcode这个开放标准 大家手机上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扫qrcode 可是都可以扫啊 扫完之后我不知道你出什么浏览器 可是都可以出浏览器啊 你出了浏览器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留言开始投票 当你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行为 我作为讲者两位作为主持人 就没办法忽略你了 而且呢你还可以用你的匿名 就是你的nick name literally叫做nick 来发言 那这样子的情况 你也不需要说好像举手 我觉得我问一个笨问题 这个被旁边的人笑 也没有这个问题嘛 所以事实上运用slido之后 你的议程设定权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所以凡是能够让议程身体权增加 而不是减少的 我觉得才是真正的killer application 真正的核心价值的应用 希望我回到这个问题 有有有 我觉得回到了很多 其实进一步来讲 希望我们去参展的话 其实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促成商务合作 我们可不可以欠MOU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付钱 那是不可能 因为还有一些term在讨论 那我觉得这都是 其实在原宇宙 其实不止原宇宙 本来的internet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那不过这个是非常提醒我们 steel还是人类在主导 我觉得人性还是要放进这个 原宇宙里面 那下一个问题是叫Dino Dino城 Dino问说 他会原宇宙的定义 我不曉得再讲一次 不过没关系 除了AR VR MR之外 人工智慧 AI 区块链 blockchain 去中心化金融 DeFi 推同质化代币的NFT 游戏化金融GAMFI 世纪化金融Sociify的关系怎么样 在虚拟世界中如何避免 类如网红少欲使用AI DeFi 换演技术制作违法影片 不过这个就是 其实我们社会人权研讨会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不想刚才讲到清楚 就是 会不会念太快那样 没问题啊 我想 最近大家可能都有看到 我在商周 以及在我们这个科技汇报办公室 有拍一支影片 就是有人来DeFi 我自己 对不对 那他把这个DeFi的影片 这个公布出来 那但是其实是我 我受益 这个这位朋友 那所以这个 大家看我的FBI 看什么都会看到 这个概念 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 可以去找 叫做我的脸 与他们的产地 我有一篇文章 专门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他简单的来说 就是DeFi 这件事情 其实他是在 让大家 抢先打一个疫苗 打一个预防针 因为以前我们以为 眼见为凭 有影像就是对的的时候 那是因为我们觉得他 比较难以去仿造 那所以呢 如果有人这个 变成唯妙唯笑的话呢 大家好像猛一看就相信了 但是呢 其实像现在大家 已经知道说 P图是非常容易的嘛 在网路上面随时都有 随便哪句名言警句 然后底下是胡适说的 还是什么爱因斯坦说的 大家都知道 当然不是他说的 因为你P图 已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自从以前那个 洞新闻出来之后 大家也知道说 哎这个 只是是二维的一张图 那再配上一些卡通 大概也未必是真的很容易 透过Motion Capture 的技术 也可以很容易的去伪造 那到现在就是唯一的差别 就是比较细的 像这个表情啊 或者是一些首饰啊等等 哎现在伪造的成本 也低到 不像当年拍魔戒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昂贵的 那个成本 现在所有人用手机 就可以简单的 运算出这件事来 那所以 因为这个东西 有非常多合法的应用 在视听产业 是给大家无比的乐趣嘛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是透过 封城防堵的这个方式 就像传染病防治 就是你真的这个 非常受不了了 到四级警戒 你当然也许非得隔离不可 但是台湾的模式 一向是说 那我们尽可能的养成 大家良好的 试毒的习惯 大家看到 先查证 不转传 这好像戴了口罩 那或者是说 有一些资讯的疫苗 给大家接种 让大家有了抗体 好比像说 把我自己的低肺影片 到处散巴 那大家就知道说 低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下一次再看到 有人冒充唐风 你就不会转传了 那这个就是把那个 R值减少嘛 所以同样的 就产生了抗体 那当然更重要的 就是说不管是我们的公民记者 自媒体的工作方 让每个人自己会P图 自己会资料查证 那这样当你参与过之后 你对不时影像产生 出来的那个抗体 可能就是更持久 不用每四个月补打一记 的那样子的情况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前面的这个部分 其实很多人也认为说 所谓的去中心化 游戏化金融等等的这些 为什么要是元宇宙的一部分呢 就是因为刚才讲的 交易财产权 我们是实体世界有的一些 基本权利 我们希望在虚拟世界里面 找到跟它类似的东西 那这个是很很清楚的事情 但是我想 我不会特别把它叫做 DeFi 或者是把它叫做 这个分散式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本来在网际网路里面 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运算的算力 我们的记忆体 本来就是分散创建的 大家手上的个人电脑 为什么叫个人电脑 就是因为那本来就是 你可以随便安排的资料跟运算跟记忆体 手机也是一样 个人助理 那时候到现在 PDA到现在都是这样 我们现在的问题只是说 有没有一个安全共用的一个开放标准 可以让权力不需要集中在少数的大型的科技公司上面 但是只要有这个开放标准的话 我不一定觉得说它一定是一个DeFi 或者是要绑定一个区块链的标准 就连我们最最古老的那些Email的标准 Btorrent的标准 或者是那个就是XMPP 就是Jabber传讯息的标准 现在有一些大家不太听过了 有一些大家不太常用了 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分散式的标准都还是在那边 我们应该是从那边开始 而不是从头建构一个新的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是是非常清楚 这个当然其实让我们大家更清楚 其实你是建议过在原有的这个 技术招 基础上面再长出更多的东西 然后再不拖着生活实际生活的本质 这样子 因为就想到我想到NVIDIA 黄仁勋 Jensen 不是前阵骗了大家吗 三个月之后才就跟大家说 这不是真的我OK 待会嚇一跳 OK 那 那政委 刚刚有提到 你刚刚有提到这一个 Defector的这些问题 那也有提到 在这一个 Decentralize 这些问题 但是我想进一步就教就是 在NFT 运用在元宇宙 它会产生的一些影响 不知道唐政委对这方面 有没有一个 可以跟我们说明的一个地方 没问题啊 而且这也刚好是目前最高票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一并回答了 好 那我想这边要先区分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用Web 3.0的这个概念 它具体指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现在等于每个人讲的都不完全一样 对我自己 我先讲对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接触Web 1.0是非常非常早 那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比较用的字 是一个Cyberspace嘛 当时比较有名的就是 网路空间或这个虚拟空间的独立宣言嘛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那所以它被想象是跟实体事件 是完全不相干的一个东西 那当时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驾站 都可以当站长 那这些站长呢 当时没有什么即时互动留言 什么的能力了 那但是呢你可以订阅嘛 然后把这些站这个拼在一起 那慢慢互动留言的这个机制成立了之后 很多人就不想自己驾站了 他就自己去这个所谓Web 2.0的 像现在当然Social Media上面 我就不用架一个网站 我就开一个Facebook Page嘛 我开一个专业嘛 那这个时候呢 我等于是把我自己在Web 1.0的时候 本来我自己可以驾站的这个权利 让度出去 但是我换什么呢 换别人可以来跟我即时互动的 这个高的互动性 所以就是自主权换成了互动性 那对我来讲 因为3就是1加2嘛 对我来讲Web 3它的这个想象 就是说我保留Web 1时代 每个人都是站长的那种自主权 但是我又要Web 2时代 所有人都可以即时高速 高频宽互动的那种互动性 那这个情况下 1加2等于3 把它叫做Web 3.0 这是我自己对于Web 3.0的这个理解 那当然很多人会认为说 Web 3.0它必须要使用分散式帐本技术 必须要使用区块链技术 才能够来实现 那但是因为我自己投入Web 3.0 那时候还叫Decentralized Web嘛 或者说Re-Decentralization 重新去中心化的全球资讯网 我投入的比较早 所以像我们做的这个 什么Secure Scuttlebud 等等的这些 其实都早于区块链了 那但是这个我还是把它当做Web 3.0 所以区块链只是一个实作的时候 你或许可以考虑的技术 但是并不是说你非得用区块链 才能够实作Web 3.0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NFT 它当然就是把我们实体世界里面的收藏 像我之前玩魔法风云会 那它很多是从玩球员卡 那个这个社群过来的 那球员卡就是我可以透过印刷技术 让你知道说这很难伪造 也很难变造 那而且我保证这个印刷厂保证 我印出来就只印那么多张 那所以我希望它可以增值 那我们玩魔法风云会呢 那就现在所谓的utility NFT 就你除了可以收藏之外 我还可以用来打牌 那这样子的话 它同时有个用处 但是又有收藏的这个价值 那所以呢 我想NFT并不是 对我来讲 并不是一个新东西 它就是把实体世界 透过印刷技术 所达到的这种稀缺性 那它放到我们的虚拟世界来 用同样的稀缺性 来让大家可以一面收藏 然后一面去做一些别的用途 所以从我刚刚的基本概念 Plurality的那个概念来看 我们现在怎么样子对球员卡 或者魔法风云会的卡片 我们就怎么样子对NFT 并不是因为 它加上一个什么前缀 它就是一种不同的东西 就好像虚拟通货 它如果是用来代替这个证券 或者是股票 ICO什么使用的话 我们也不是说 它前面灌上一个blockchain 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不同的东西 该洗钱防治的 还是洗钱防治 该这个通货管治的 还是通货管治 那这个是完全相同的事情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非常清楚 这四个问题 其实基本上 他丁柳先生的下一个问题 其实跟您好像 几乎都回答了一半以上 那我再念一次好了 他说元宇宙是不是web3.0的具体实践 数位化虚拟化的内容制作 经济模式 用户体验 甚至要达到高度的社交黏着性 忠诚度以及用户归属感 其共识的建立基础为何 您对目前区块链之分布式自治组织 到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的看法为何 真的是共赏共识共融吗 我是觉得他这么应该有回答一半了 但是我觉得你要不要再针对他这个问题 然后再跟我们再多加一些 这个分享这样子 好啊 对我想这里有一个想要讨论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所谓的分布式自治组织 就是DAO 他的这个自治的term到底是怎么写的 我的意思是说 举例来讲像我们之前有一个 所谓的B所行的这种公司 就我们非公发公司股东可以自己约定章程 以前一股一票我可以说有些人有否决圈 有些人有特别股 有些人怎么怎么样 甚至我可以用它来模拟一个合作社 就是无论你持多少股都一人一票 反正股东自行约定章程嘛 那国家就不特别去管 那后来在公司法修法之后 我们就把B所行公司的一些概念全面套用到非公发公司上面 那你章程愿意公布 你说我只接受影响力投资人的投资 或者是说我投资没有达到这个环境效益使命 这个投资人要收回去之类之类 现在也有很多嘛 像我们SERT 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影响力投资 所以股东自行约定章程 这个并不是什么新的玩意 这个我们最近几年在台湾很多人试过了嘛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共享 共智共荣 完全看你的那个公司章程 就是你的DAO的Smart Contract 怎么写 你如果写出来 就跟一个普通的非公发公司 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 你后来投资的人也是一股一票 甚至再后来的人 连这个一股一票都没有了 那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而已啊 只是你注册在 以前是开曼群岛 那现在可能注册在以太坊吧 那但是除此之外 并没有任何差别 那但是呢 当然也有一些DAO 它是比较有野心的 就是它模拟了一个平台合作经济 或者是它透过Proof of Humanity 做到我刚刚讲到 合作组织真正的一人一票等等 那但是这个它都是DAO 就好像我们在台湾说 这些全部的合作组织形态 或者协会基金会都是法人 但是你说 这个对于目前的法人的看法为何 我想没有人能够对法人有一个看法 因为法人实在太多样了 对吧 所以光是它是DAO 就是它是一个跨国大家都可以组成的法人 并没有办法自动表示 它是共享共治共荣 要共享共治共荣 还是要在这个演算法的情况下 把我们的社会的规范社会的常规 真正共享共治共荣的常规写进去 那所以这是希望有回答到 后半部的这个问题 那前面我可以说 如果我们的一元宇宙要变成多元宇宙 那web 3.0 我们如果把它讲成web 1加web 2 就是自主又再加上社群互动 那确实就是多元宇宙 可以说是web 3.0的具体的一个愿景 或者是一个实践 但是同样的就是它并不一定需要分散式账本 那更不一定需要去快点技术才可以达成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有有非常清楚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是还多 让大家跟元宇宙其实越来越 越来越切切了 回过头来其实都是人性 那人性上面讲有incentive 那有些东西什么disavantage 那种我觉得也是怎么防范 其实跟这个隔世史社会中 其实没有差太多那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问题是比较硬一点 这个也是一个创业家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问说他是林俊宏瑞 光州智慧 他说他想请教台湾在元宇宙一体中的 产业优势定位 是体代工还是软体代工 是物件虚实转化代工 或是平台开发内容经济 还是其他 因为他们自己这家公司做的东西 已经像把博物馆的东西 把它做到swar virtualization VR ARSR去了 所以我想他非常有深刻的体认 所以想借这个机会 来请教一下唐宏正伟 您的看法这样子 对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我们在台湾做出来的这些产业 他的特色就是说 他不会 我们不会主张说 只要是用了我们的东西 就必须要受我们监控 或者是说 只要是用了我们的东西 就必须要在应用的时候 让我们有否决权 就是这是台湾的创新的一个特色嘛 就好像我们跟国际谈 国际援助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说真的对当地的人民好 那如果他们的想象 跟我们本来给的想象有点不同 那我们试着用民主机制去加以协调 绝对不会说协调不成功 那你一个港口割让给我们国家 我们是不做这种谈判嘛 对那 好今天不是讲这个题目 对 所以我 所以 但是但是说 这是很很很确实的嘛 就是按照这个施政荣老师的讲法 就是王道跟霸道的差别嘛 就是所谓王道就是 我把它这个翻成王道 WON WON就是你已经赢了嘛 你已经赢了 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相当好的民主国家 至少如果你相信经济学人的这个报导的话 我们已经是非常民主的一个国家 对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等于是已经赢了 我们不是靠着技术去说 我们要去载制 或者是建立某种霸权 输出我们的专制 那我们真的是想要跟其他的民主政体 有就是很好的 人民对人民的这种关系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所输出的这些经验 我自己在疫情上面 包含这个跟韩国 这个一起合作口罩地图 包含跟日本 一起做他们的疫情的看板 包含我们的简讯十连制等等 那这些都有同样的特色 就是并不是说 好像我是整场输出 然后就要控制你的人民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也不可能跟我们谈嘛 而是说我们是把我们创新的这个know how 我们创新的这个方法 甚至创新的成果 都是用一种所谓开放式创新的方式 那我们所卖的 其实是这一套 所谓的台湾模式 就是你在中间缺了任何东西 台湾这边都有一些人 可以来帮你这个补上 但是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在你那边要怎么样子用 适合你的风土民情 这方面的去使用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会突然间主张什么 然后你就整个断线掉了 那我在跟其他来访的很多像欧盟的议员 什么解释 我就说这就好像你们那边开了珍珠奶茶店 你们要用当地的茶 甚至什么南非国宝茶什么 或者不管黑珍珠白珍珠 我们绝对不会主张个专利权 然后就让你不能够开珍珠奶茶店了 那概念是这样 可是反而因为这样 大家听到珍珠奶茶 还是想到台湾嘛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软实力 那也是台湾can help 是一个暖实力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有 我想这个也很清楚这样子 那我不晓得现场 因为我不晓得那个slider 上面有没有其他的foto question 有有有 这一个麻烦萤幕再往上提一下 下一个问题 对 请教你认为元宇宙对人类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为何我们有推广这个技术的必要 就如网路用量过大 会有网路成瘾的问题 希望让人更加沉浸的元宇宙 有没有什么可能的伦理问题 或可能需要改进一步的规范 是 我想在多元宇宙里面 Facebook的那个元宇宙 只是其中的某种而已 就好像在web 2.0的时代里面 Facebook也只是某个你可以及时互动的地方 在台湾还有PTT 不是说所有人上PTT 都应该要把它迁移到Facebook去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本来每个场域就有它自己的规范 PTT它本来是学术网路出来的 它的规范就比较像是一所大学的一个 开放大家进来讨论的一个campus 它的大学校园 就它有一定的自制 但是这个自制是由实际参与的人来制定规则 而不是如果你去拉斯维加斯就是赌场 那绝对不会是参与的人来制定规则了 怎么可能吃饺子老虎是参与的人制定规则呢 当然都是广告商跟营运商制定规则 所以如果有人这个说 那为什么在Facebook上面很难有凝聚性的公共政策讨论 这个国外的人常常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说就好像你的市长把你的这个市政讨论这个town hall 搬到在地的这个夜总会去开 然后大家就说我要很大声的吵嚷 才能够让彼此听到我浪费很多时间在上面 因为他卖我一些酒精成瘾的饮料 那这个有一些看起来就很很壮的那种保镖 我讲错话就直接被请出门 那而且这个里面都是烟雾弥漫 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看不清楚人的这个状况 然后一下就很容易吵起来很好的朋友 突然间就吵起来因为我认错人了等等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并不是说好像一个夜生活 或者夜总会是不好的 它并不是不好的 它是我们的生活的某个部分 但是你把就是关于多元的民主的共同价值的讨论 带到那个场地去开 在我们的一般的实体的民主社会 都会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那边本来就是要让你上瘾的啊 那但是我们在民主讨论是希望能够大家快速的达到某种共感嘛 共同的感受 而不是说分别各自去上瘾了的那个情况 所以这个还是关于我们的数位公共建设 以及像Facebook比较像是数位的公民建设 Civic Infrastructure 在多元宇宙里面有没有某些几元宇宙 它比较像是Public Infrastructure 跟Civic Infrastructure 那但是当然在多元宇宙里面也会有八大行业 那但是我们只是不要说变成只有八大行业 然后我们就只能去那些地方去进行民主讨论 大概就是这样 我自己个人对于八大行业并没有什么恶感 这个要讲在前面 但是我们就是必须要有恰当的投资 希望有想回答这个问题 Infrastructure 那是非常酷 OK 好 那下一个问题 有现场的这一个来宾请教唐凤伟政委 在虚拟世界已经没有了年龄身份限制 如何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虚拟秩序 在伺服器等级不同 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资源霸凌 可以如何确保公平公正 没有年龄跟身份的限制 并不代表说我们不要重视这个现有的 不管是所谓的一人一票 或者是说我们的每个区域的自治等等的 这样子一种基本的民主秩序 那所谓没有限制 就好像说我们把最近不是很行吗 投票权年龄下修 但是并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同时主张 他是18岁他又是20岁 这不太可能吗 我怎么可能一个人同时有两个年龄呢 那但是在虚拟世界里面 这个就是所谓的civil attack 就是一个人他可以创造200个账号 而且分别是一岁到200岁 那这样子的情况就每个空间他都进得去 不管是怎么样子的年龄 那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当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处理 我们刚才讲到上面的这个民主的作业系统 所以在底下的这一层 还是确保说我们现有的基层的社群组织 其实跟个人都在上面有某种身份权 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举例来说 像在我们的公正测网络参与平台 也就是join平台 你要做联署提案的时候 你要先用你的sms去对你的手机号码做认证 所以他既不是刚刚讲到的全匿名 但是也不是实名制 你发表每个言论都要揭露你的实名 而是中间的某个东西 我们把它叫实联制好了 就是说你要确保说 你手上有某台SIM卡 那如果一个人他要创造出200个SIM卡的话 那我想防止洗钱办公室立刻就找到他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 我们就要杜绝这个cibel attack 我们要让他的成本把它变高 就好像寄垃圾邮件的成本把它变高 但是好在这也不是什么新的虚拟秩序 我们在之前处理垃圾邮件网路诈骗的时候 也全部都处理过了 所以同样的我们本来的那些技术 包含iWIN发展的那些技术 我们的不实讯息防治的 那个自律原则的那些技术 我们就同样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我们一定是可以处理 这个所谓共享现实里面 碰到同样的问题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谢谢政委 那这个现场的来宾 有一个问题叫 请教唐凤正伟 在多元宇宙中 在现有法治基础不足状况下 如何落实人权保障 甚至遭受侵权时如何救济 对 其实通常两个方法 就是voice and exit voice就是如果你有参与 像PTT的治理的话 你的这个版主小组长等等 他自己有一套方法 去进行里面的救济 那但是呢 如果他不提供这种救济的方法的话 那就是exit 那就是转台嘛 那但是呢 就是在他不提供救济 而又已经成瘾的情况 这个是最危险的 因为你转台都转不掉了 你的亲朋好友都在上面 他也没有互通性 所以你转台之后 本来的东西都全部都不见了 就像我已经把我的Facebook 个人账号早就砍掉了 所以我之后要重新建立 这些联系关系等等 那这个时候 这个exit的人就要付出代价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就比较容易进入一个 我虽然秀侵害 但是我就忍一下吧 我反正没什么更好选择 等等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的重点 我觉得 其实比较是说 我们要在 不是这样子的 没有voice的平台的 这个别的平台 有voice的平台 先把这种救济的方法 先把它找出来 那就像之前我们的 不实讯息的自律原则 是PTT率先实作的 他们率先实作之后 我们是拿着这个 去跟Facebook谈判说 你在我们快要选举的时候 如果还让境外的人 可以刷卡 就跳过事实查核机制 然后就登一些 关于社会跟政治的广告 而且还不会写在 这个监察员的这个 我们的就是 Campaign Donation and Finance 就是政治现金帐里面 因为监察员把它 开放资料出来了 我们一对比就知道说 境外这些全部都是绕过 过去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你看国内都已经愿意了 那Facebook如果不愿意的话 并不是我们立法 怎么样 你说不定会被抵制 我要讲在前面 对 那这个情况下 2019年Facebook 确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是改变了它对于 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情况的做法 所以就是我们自己 释出一些救济的制度 而且当它这些状况 是大家所共知共闻 甚至有参与 这个救济的过程 每个人都知道说 这个救济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情况之下 别的跨国平台才不会说 挟着这个 已经对它成瘾的一些人 去洗脑他们说 这个没有救济 才是正确的一个做法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的 也不一定要等说立法通过什么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好 感谢政委 那下一个也是我们现场的来宾 要就叫政委的 就是NFT是元宇宙的重要路口 但真的有价值吗 这个问题是大灾问 因为还没有很棒的相对应活动 这个相对应活用 看起来好像随着网红 烘台价值 谢谢您 是 不过我们也已经了解到 就是我们刚刚对于这个多元宇宙的讨论 已经可以发现它可以完全没有NFT就运作 所以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入口 那至于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入口呢 这完全看大家花多少时间上去嘛 对不对 那以我自己的概念的话 如果你把它想成球员卡 或者是想成魔法风云会的卡片的话 那当然只要参加在里面的人觉得有意思 那就是有意思嘛 就像你玩Minecraft 你觉得好玩 难道有人能够跟你说不好玩吗 对吧 那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 这完全主观的 就是你喜欢收藏 你喜欢游玩 那这个对你就产生意义 任何的收藏品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把时间多花在这个上面 你绝对多多少少会找到一些 对你有意义的应用 这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我并不觉得 不管是我们本来在讲的元宇宙 或我们今天讲的多元宇宙 我并不觉得NFT是重要的入口 会有任何必要性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有 现场问题非常踊跃 不过现在我们只要两分钟 所以 最后面我们想 因为 我们就快问快答 好不好 我就不特别念出来 这样子 可以省点时间 正伟你就根据 对 正伟你就根据你 对这个议题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 提供给大家 参考的重要观念跟理念 好的 那 Ibo问说 如果scope 比较多元的时候 多元的声音 怎么样彼此听到 那就是类似像slido 像彼此投票的方式 因为 投票只需要花你比较少的时间 但是我就知道 我要把时间怎么分配 如果是彼此互相reply的话 那很容易就变成 不对事而对人 专门打脸就不打输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多一些关于事情的 upvote and downvote 上下投票这种讨论 你看ptt推文虚文的那一个机制 它就比较容易收敛 那如果是一下子就发散 确实是比较不容易收敛 那下一个问题是说 未来人们可不可以真实的选择 不进入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 无害跟共存 这两件事情 就是无害就是说 我运作这个多元宇宙的时候 我不要因为这样子就产生这个 无止境的用电量 然后牺牲我们后代子孙的环境 这个是最重要的嘛 那但是呢 它必须要是并存 就是说我不想进去 那不要说公共服务只能在里面用 我并成被迫进去了 就像之前我们在讨论很多防疫的时候 你如果是用数位疫苗护照的QR Code 一种方法 但是你也可以用健保快一通 你也可以用纸本的小黄卡 我们不是说推出前面几种 我们把后面的取消掉 那就像简讯十连制推出之后 我们一直都是说纸本应该要保留 因为你如果是市长人士 你带一个随身的连续姓名章 我现在逼你说纸本要拿掉 那你是不是就进不去了呢 所以这个情况下并存也是同样重要 所以就第一个要无害 那第二个是叫做并存 那最后一个就是对元宇宙要怎么做外交 就是说不只要有国际观还有新际观啦 那这个呢我想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继续坚持住我们民主典范的这个价值 我们在任何的场合都是说 我们如果这个地方是极权的 是不民主的 我们试着改变它 如果不能改变它的话 也许我们不一定要加入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非常谢谢陶凤政委 谢谢我们的诗人天风 我想时间也到了 让我们大家给那个唐政委 热烈的掌声 谢谢 下次有机会再听一个更上 谢谢 要跟唐政委报告 我们除了现场的这个听众以外 还有这个在线上 几百位上千位的这个听众 对我们数位是数百位啊 数千位啊 谢谢 OK 谢谢